今天老张来给大家解答一个最近老伙计们问的最多的问题 就是NAS里面用的这个硬盘有非常多矿下来的 特别是以这种16个T只卖800到900块的氦气企业级硬盘为最多 很多老伙计问是说这东西能用吗 老张一直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 是因为这其实是一期时间跨度超过了一年半以上的视频 我大概在去年的1月份开始以980块钱的价格买了非常多块西部数据的硬盘 当时我买的时候是980块钱一块 现在的价格已经来到了839块 800多块钱16T 然后老张其中有4块是在我的私人的NAS里面 7乘24小时在不停的运转 这块盘在老张买的时候人家明确就说这是矿下来的盘 已经上机的开机时间是2万小时左右 保证慢扫全率 出厂日期是2021年的4月份 从买到现在老张已经运行了一年半的时间 所以他又增加了1万多小时的连续不停的运行时间 所以今天老张来给大家测试 已经上机了3万小时在真实环境中使用的矿盘16T 到底是坑还是漏 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这块冷背的盘 咱们来看一下Smart的信息 状态 连续运行时间19000个小时 这个是老张买的那一批盘统一的运转时间 他现在声称是2万小时左右 所以我这个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这块盘在Windows下也识别的非常正常 15 实际可用大概15个T 我们家的这个NAS 它的使用环境其实是非常恶劣的 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弱电箱里这么放着 然后这个弱电箱 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散热措施 看这里面的这个灰尘 这是它的一个工作温度 看常年都是在42度 43度 44度徘徊 三号盘 我们直接拆 这块盘的运行时间是3万小时 在我这又做了1万多小时 这就是从老张的这个NAS里面拆出来的这块硬盘 我们来看一下它大概的参数 状态到现在依然是good 运行时间3万小时 没有任何红色的状态 然后这块盘 大家注意看 一共开关机了28次 这是大家懂的 NAS用的盘 好吧 接下来咱们全盘慢扫 开始 一天一夜 终于扫完了 全绿 这1万个小时 对于这种企业级的硬盘来说 这是小儿科 老张 这次能下结论了吗 硬盘这个东西结论咱不敢轻易的下 一个人买10块盘 这可能就有十分之一的几率 新盘也会坏 但是我觉得我这次是跟大家一块长知识了 它虽然是被矿过 或者准确点讲应该是叫24乘以7小时连续运转过两年 但是我觉得它现在就相当于是一个小青年 应该是在这么一个经历最旺盛的状态 因为这是企业级的硬盘 所以它的质量要求非常的高 我再连续用它三到五年应该完全不成问题 咱们可以三到五年之后 老张再来给大家做一个验证 但是这个东西的炒豆子声音 就是大家不要信其他那个评论呢 还是什么up主的评测 炒豆子的声音非常严重 带大家听一下呢 只要有炒豆子的声音 就不存在你能不能忍受的问题 你只能把它塞到一个角落里面 听不到的地方去 所以结论就是论价格 这东西无敌了 老张这企业级的硬盘 家用电脑上能用吗 企业级的硬盘接口有很多种 你买那个企业级SATA接口的就能用了 这都是SATA接口通用的 企业的硬盘接口